接受大家的请求,我现在为大家演示一下发球侧神抢攻对方批长的时候解决的手法 我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三种解决的手法 然后希望大家回去能够练习熟练以后在比赛中能够使用 现在发球侧神抢攻凸击的也很好,可以用凸击也可以用小提拉 这里我都会跟着 这种手法在你算斗指的时候,发球很好,算斗指可以用凸击的方法 或者是小提拉,不可以 这是第一种方法,第二种方法呢,是发球在你没有准备的情况下 下一次的准备应该怎么办 可以用凸击的围短这个方法 对方看到你准备的时候,这一般都可以采用抢上的这种方法 而你呢,可以围它一个正和短或者滑上短的 这种方法是非常单纯的 这是第二种手法 第三种手法呢,就是我发球就在人家等着 等着你错我这个,不等着拉你 这三种方法,希望大家最近能够训练,然后才能够顺手支持 再往下等着我 再瞧 再往下等着我 至于